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一百二十七集,第二魔头 如此一来,这些小兽若是数量不多,似乎很好消灭 尤其是以孟托子的本事,独物一洒之下更是轻松至极 可亡灵忘不了他几日前在某个黑塔顶端看到的一幕 那无边无际的黑色飓风全部向着一个方向飞速凝聚 这是有目的的飞行 由此可见,这些小兽拥有一种特殊的召唤方法 一旦屠杀数量过多,他们就会召唤同伴 而一旦要是陷入这样的循环之中 那么等待他的一定是死亡 一定是无穷无尽的飓风 同时一旦杀戮过大 很可能会把那些本来被孟托子吸引的飓风生生的召唤回来 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孟托子帮他开导 而是他帮孟托子牵制飓风了 刚才的战斗啊,大概有二百只小兽的神石被王林与魔头消灭 此时的王林目光闪烁,盯着外面兽群 渐渐的,那些小兽再次凝聚一起,形成飓风 绕着王林所在的巨塔转了几圈之后 便不再理会,而是向着前面移动而去 带子巨峰走远后,王林松了口气 同时心底不由地散出一股寒意 这土形之地极为诡异,几乎违反常理 无论是谁只要被这些小兽包围 看到其神石与声波攻击后 知道其身体的脆弱 恐怕第一个想法都是尽快把他们消灭干净 以免引来更多的兽群 可如此一来啊,只要消灭到一定程度 一旦小兽开始召唤同伴 那么除非是有逆天的修改 否则就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王林在黑塔内盘膝打坐 吐纳少许后啊,盯着远处黑压压一片的飓风 仍然不断地向着某个方位移动 他沉默少许,索性不着急出去 而是留在黑塔内 他看了魔头一眼 此时啊,魔头脸上露出郁郁之色 眼巴巴地看着塔外渐渐飞远的飓风 目中露出难舍之色 王林也不解释,冷声说道 我不管你吞噬了多少神石 给我吐出一半 魔头挣扎了半天 内心琢磨 自己若是立刻冲出去 这煞星会不会追出来 心里犹豫了半天啊 最终魔头偷眼看到王林目光不善 身子立刻一颤啊 连忙大口大口地吐出 小兽魂魄神石 吐了大约有二十个后啊 他连忙装出一副虚弱的样子 内心得意道 任凭你再能耐 也得吃老子口里吐出来的 要本事啊,你又别吃啊 王林自然不知道 此时魔头心中的那些想法 但看他脸上引有得意之色闪过 大致也猜测出几分 不过这等事情 王林也懒得和他计较 他的注意力啊 全部放在了身前飘着的二十个小兽 神石魂魄上 仔细观察少许后啊 王林目光闪动 一把抓起这二十个魂魄 起身向黑塔上层走去 在中间某层内啊 他四下打量一番 此地大小尚算合适 于是极尽神石一散 立刻把四周包裹起来 魔头一直跟在王林的身后 想要亲眼看着他吃下 沾了自己口水的魂魄 此时啊,得意之下 忽然发现了 四周啊,被对方神石覆盖 让他痛不欲生 惊至不已的红色闪电 不断地在四周游走 整个身子立刻一软 拈了下来 内心暗道 完了完了 这煞心 看来是要收拾我了 他害怕之下 刚要求饶 却发现了 王林看都不看他意 只是盯着那二十个小兽魂魄 沉默不语 于是生生把求饶的话语 又给吞了下去 内心暗呼好运了 王林观察这些小兽魂魄 紫寿神石啊 相当于杰丹初期修士 说强不强 说弱也不弱 若不是魔头被他生生养成了有一丝 游魂特性 恐怕也不会如此轻松的吞下这些 与他目前修为相差不多的神石 正是因为魔头的成功 所以啊 王林心里有了再弄出一个魔头的想法 他深知 自身最大的缺陷就是法宝不多 可用的都没有几样 到现在为止 也就是一把飞剑而已 至于其他的 均都是低阶法宝 没有多大用处 除了飞剑之外 再就是魔头 此魔头有很多事情 可以派上大用处 比如说刚才 若不是扔出魔头去对付神石 恐怕王林要颇为浪费一些手脚 这两样之外 还有一条龙巾 再就是一个画轴 可惜画轴内的气息太过诡异 王林不打算没有彻底弄明白之前使用出来 养魔头的重点在于魂魄的特殊性 第一个魔头 那是因为其本身就具备了冤阴前置 与游魂有些相似 所以在王林的强行培养下 终于具备了一丝游魂的特性 只不过比之真正的可令生灵界为之浩劫的游魂 还是相差很多 若是游魂呢 那可是无视任何修为 只需要一扑 便可吞掉魂魄 同时吸收血肉精华的存在 除非是遇到那些大神通者 才可能被消灭掉 否则的话 他的天敌 那只有吞魂 而许立国化作的魔头 则只能是吞噬与自己通界 若是高出一个结尾 遇到原因期 强行吞噬的话 则随时有可能吞噬失败 王林此时看中小兽魂魄的 是他的融合性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 如此多的个体神尸 居然会相互融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神尸 这种特殊性 让王林生起了 以他来制作魔头的想法 王林沉吟少许 一拍楚大 几只魂旗飞出 飘在他身体两侧 这些魂旗那样 封印着众多魂魄 其中大部分都是魔修 也有一部分是修魔海内 生物的魂魄 他右手一盏 一道灵力牢笼立刻出现 把十九个小兽魂魄困住 唯独留下一个 孤零零的飘在半空 一动不动 王林目光闪烁 伸手从一旁魂旗内 抽出一个魂魄 在旗内留下一丝烙印后 扔了出去 可惜啊 与当初的许立国一样 小兽魂魄根本就不会吞噬 而是略有茫然的看着四周 不过王林并不着急 经历过第一次养魔头的过程后 他深知 把一个正常的魂魄神石 变成有游魂特性 需要的是时间 只不过这第一步 需要他来催动一下 王林目中红色电光一闪 激净神石立刻化作一道红魔 出现在小兽神石四周 慢慢的收缩 被逼之下 小兽神石立刻向内飘起 眼看红网越来越逼近 他略为一顿 只能向那魂魄处飞去 渐渐的越来越近 王林目光明众 紧紧的盯着 漠然间的 只见那小兽神石忽然加速 一下子撞击在魂魄之上 并未吞噬 而是与其融合在一起 王林能清楚的感觉到 小兽神石强大了一分 他颇为惊艳 本以为需要很大的力气 才能逼对方吞噬 毕竟当初魔头许立国呀 就是这么过来的 可没想到这小兽啊 居然只需要稍稍一逼 便立刻自动融合 虽然并非是吞噬 但其效果却是一样的 王林二话不说 收回红网 再次拿出一个魂魄 留下一丝神石后 扔了出去 这次不用王林去逼 那小兽神石立刻一拥而上 与其融合 如此一来啊 王林的兴趣 被彻底的调动起来 他目光闪动 双手在魂旗上连点树下 顿时几十个魂魄飞出 被他一一留下神石后 扔了出去 在这一瞬间呢 小兽神石漠然移动 速度极快的 在这些魂魄内撞击起来 每撞到一个 便立刻融合在一起 又向下一个撞去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 这几十个魂魄 便被他融合一空 此时小兽的神石 更加强大了 居然隐隐又突破 结丹初期 进入中期的迹象 王林兴趣更浓 右手抓起一只魂旗 猛的一抖 旗内剩下的上百个魂魄 一起飞出 一一留下神石后 向着小兽神石席卷而去 死兽神石啊 立刻发出一阵厉笑 这是他在塔内第一次发出声音 这笑声一出啊 立刻化作一圈圈波纹 向四周散开 王林脸上露出喜色 目光闪动 望个不停 他知道 自己捡到宝贝了 这小兽的神石啊 不知为何极其古怪 似乎天生就适合来作为魔头 几乎都不用催动 就自主的开始融合 除此之外 更让王林惊喜的 则是其肉身 才可以发出的声波攻击 没想到神石居然也可以发出 而且看上去啊 这神石散发的声波攻击 显然是专门针对魂魄的一种攻击手段 在那声波出现后啊 本来一拥而上的那些魂魄 一个个忽然速度慢了下来 居然引有崩溃的迹象 就在这一时 小兽神石闪电而出 在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把这上百个魂魄全部吞噬个干干净净 紧接着 整个魂魄 砰的一声化作一团红雾 扩散成一丈左右 慢慢的沉寂下来 王林目光闪动 魂起一挥啊 顿时剩下的那十九个小兽神石 被吸入魂器之中 收入楚戴后 王林目不转睛 盯着红雾 他能感觉到 自己留在那些魂魄内的神石 在此兽融合中 一点一点的融入到他的神石之内 一旁的魔头许立国呀 目瞪口呆的望着眼前的一幕 内心暗呼啊 生梦 这小弟太生梦了 不行 老子要努力了 不然很有可能 被煞星拿去喂养这小弟呀 魔头身子一颤 立刻退后几步 二话不说 首次身子盘膝 飘在半空 快速消化体内 这段日子的积累魂魄 这一待呀 就是三天 三天内 那红雾一成不变 始终没有任何变化 王林每日除了观察红雾外 也从塔窗 看到了无数飓风 从四周呼啸而过 其中有一道飓风啊 甚至粗约千丈 宛如一个飓风之王般 从黑塔旁穿梭 那最大的飓风 在穿梭而过的瞬间呢 微微一顿 王林立刻察觉到 无数的神石呼啸而来 目标并非是他 而是塔中的红雾 只不过呀 这些神石在碰击黑塔的瞬间 被生生地弹了回去 那如王者般的飓风啊 在黑塔外沉没少许后 便慢慢地离开了 王林清晰地察觉到 在那飓风神石来临的一个 红雾中传出一阵异常的波动 对此 王林暗中惊愿 观察得更加仔细了 渐渐地 越来越多的飓风出现了 这些飓风的目标 都是一个方向 王林内心冷笑 不用猜就知道 那个方向啊 正是孟驼子所在 孟驼子此时啊 面沉如水 其实早在杀死第一波小兽后 立刻就被第二波 十倍数量的小兽 包围了一刻 他就猜到 自己做错了 他是按照当初 在冰川之地的经验 在那里啊 同样有一种生物 数量也是很多 在遇到之后啊 必须马上杀死 否则的话 定会引来更多 可是这该死的土形之地啊 居然正好相反 这不由地 让孟驼子苦笑起来 不过呀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即便他不在上 这些小兽 仍然会纠缠于他 不断地以神识 和声波攻击 最终呢 孟驼子的魔性 被激发出来 索性放开了手脚 洒出大片毒物 如此一来 小兽的召唤 越来越频繁 以至于最后啊 哪怕他躲在了黑塔内 但外面的兽群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多到让他 头皮发麻的地步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 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仙妮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